这几个人中有老人 也有孩子 汪洋叹了一口气 他坐了下来 然后抽出了一根烟 有些颓废地抽了一口 从来不抽烟的叶浩轩 也向他要了一支烟 他也抽了一口 吐出了一口烟圈 然后他问道 你第一次上战地做记者 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很不好 汪洋摇摇头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战场 我感觉就像是到了地狱一般 遍地的死人 遍地的枪声 刚刚还谈笑风声的人 一眨眼就死了 越是和战场接触的酒 我越是感觉到我们华夏安定的生活 有多来之不易 是啊 我们的生活 多么来之不易啊 但还是有很多人 似乎是不满足自己的现状 他们只去仇服 去恨这个国家的不公平 但是他们除了抱怨 什么也没有了 剑盘侠 汪洋笑了笑 他把手中的烟头丢在了地上 踩了一脚 叶医生啊 你有过无力感吗 当然有过 我不是神仙 有些人的病我能治 有些人的病我治不了 当我看着有些人倒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会涌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想出手去救人 但又没有办法救得了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是啊 人不是神仙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真的是挺无力的 帮羊摇摇头道 行了 前面的枪声小了一点 咱们继续向前走吧 叶好轩站了起来 可能是停止交火了 王阳也站了起来 和叶好轩继续向前走 突然 叶好轩发现一条掉落在地里的项链 他把这根项链捡起来 仔细地看了看到 这 这是李谦的吗 是 是他的 王阳直了一惊 他遇到危险了 八九不离十 走吧 叶好轩的心里一紧 向前快步地走去 双方的交火已经停止了 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乱 几大军阀经常性地 会在这里交火 抢地盘 这里的平民们 每年的死伤 都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抢地盘 几乎是 拉锯似的 今天这个地方是你的地盘 明天这个地方 又被他抢走 总之 这一片区域 是属于 三不管的地带 每年都生活在水神火热之中 幸运的是 这一次前来袭击的 散兵游泳 并没有把地盘抢走 但他们也没有空手而归 他们抢走了很多物资 诸如 粮食 充当奴隶的男人 还有女人 很不幸 这一次李倩被这些人给抓走了 他和这些黑人 被关上一辆 装了一只大笼子的车里面 笼子十分的节省 为的就是防止里面的人逃走 当然 这些人刚刚经受了一轮战火的恐吓 他们现在甚至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李倩试图安慰和他关在一起的黑人妇女 他想告诉他们 他是记者 让他们不用害怕 但是因为双方的语言不通 沟通了数次无果之后 他不得不放弃 终于 在东方微微发白 太阳即将升起之前 双方到达了目的地 在这里 李倩也被和这些黑人分开 他被带到了一间临时大城的房子里面 在房间里面有一个壮实的黑人 戴着红色的贝蕾帽 他瞥了一眼李倩 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是记者 这是我的记者证 根据国际公约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你们要把我放了 李倩拿出了自己的记者证 对黑人说道 黑人无动于衷 李倩又换了英语说了一遍 但对方还是无动于衷 这位来自华夏的小姐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所说的话 他们是听不懂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外国人走了过来 他讲的是英语 他有着高大的身材 整个人就像是一头人力而起的人熊一般 他走到了一张椅子前 坐了下来 北极熊的人 而且看这家伙穿的一身军装 军装上的星星 代表了他的军衔 黑人冲着这个北极熊的人点脸头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你是我们友邦战斗民族的人吧 李倩认出来了这个男人的身份 没错 我叫约瑟夫 男人微微地一笑 李倩盯着这个男人 他的心中闪现出了无数种可能 首先想到的便是约瑟夫 已经控制了这个军阀 不然的话 刚才那个黑人也不会听他的话了 李倩 约瑟夫拿着李倩的记者证 他用中文吐出来了这两个字 他呵呵笑道 你的名字不错呀 我很喜欢 你把我抓到这来 不是就为了欣赏我的名字吧 李倩怒道 痛快点 有什么说什么 而且我记得 你们北极熊 也有部队进入这里吧 你们是维和部队 怎么能助纣为虐 你最好快得把我放了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个人的行为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约瑟夫笑了 他站起来 走到了李倩的身边 我就知道 一旦袭击了那里 你们华夏人肯定不会不管 因为你们太仁慈了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以这么多的伤害 来达到你个人的目的 这不是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 李倩毫不畏惧地说 把你的长篇大论收起来吧 仁慈是什么 你们华夏 有农夫与蛇的故事 仁慈的最后 是有人反过来 咬你一口 不是吗 约瑟夫笑了 我带你过来 是有些事情 想向你了解的 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通过外交方式 和华夏的维和部队 来沟通吗 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呢 李倩不解 哦 不不不 有些事情你不了解 约瑟夫摇头道 李倩 国与国之间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如果真的通过正常的方式 去华夏问这些事情 那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得到 我想要的消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只能铤而走险 用这种方法 来得到我想知道的一切 只是 抱歉 我用的方法有些简单粗暴 希望你千万不要介意 没事 我不介意 真的 我一点也不介意 李倩笑了 她冷冷地说 如果我把你关在笼子里 在路上垫了一路 垫的肠子都差得吐出来的话 你会介意吗 抱歉 当地的一些势力都太野蛮了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怜香惜语 所以 对此我向你道歉 约瑟夫一鞠躬 现在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 你说 但我不保证 什么事情都回答得了你 我听说 你们华夏的人 进入那片雨林了 对吗 约瑟夫道 对 这有什么奇怪吗 李倩莫名其妙地看了那家伙一眼 你们来这之后 第一件事情 不就是先进入那片雨林里面 看看虚实吗 只允许你们进去 难不成华夏人就不能进去吗 对 我们进去过 但我好奇的是 华夏人到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有没有研究出来什么 这个 不可奉告 李倩淡淡地说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还请你放我离开 放你离开 那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毕竟是友好的邻邦嘛 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是 约瑟夫的语气已变 我需要知道 你们去里面干了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损失 我们损失了一位科学家 从里面取回来了一些样本 就这样 李倩的语气缓了下来 我能对你说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就算是你把我杀了 我也不知道 只死了一个人吗 约瑟夫的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只死了一个人 李倩有些生气地说 我们的科学家是十分宝贵的 折损了一个人 就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不错 我们是进去过那片雨林 但是里面不是人能进去的 我们十个精英部队的人 进去以后只有一个活着逃了出来 而且他们还是装备精良 能适应各种场景作战的精英战士 约瑟夫 约瑟夫喃喃地说 你们华夏 居然只死了一个科学家 你们这次来这里的人 到底是有多么强大呀 约瑟夫 李倩有些愤怒地说 你说话注意一点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我现在就走了 不不不 你得留步 约瑟夫伸手就要拦李倩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枪声 那个黑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他对着约瑟夫请了一个礼 用英文说道 刺儿 有个人袭击这里了 恐怕是华夏方面的人 他们是为了这个女人来的 约瑟夫指了指李倩 拿他出去做人质 那些华夏人就会安分了 哦 对了 他们这次来了几个人 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约瑟夫怒了 这混蛋的华夏人 说好的这一次只是力情严有 不能带超能力者 可是他们还是带来了 去拦下他 另外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这个女人 不能活着 是的先生 我明白 黑人点头 他抓着李倩向外走去 黑龟 李倩怒道 你不是不懂英文吗 刚才我用英文问你话的时候 你为什么抓孙子 黑人瞥了李倩一眼 然后推了李倩一把 强迫他向前走去 叶浩轩的跟前 已经倒了一地的人 而且还有断裂的AK 以及弹壳等东西 他迅速地把到手的一只手枪 拆成了零件 然后双手一松 手里的枪 掉在了地上 他笑道 抱歉 我来这里不是和你们敌对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人 只要见到了他 我马上就走 的确 叶浩轩不想卷入他们这当地势力的争斗中 所以他才没有下重手 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家伙们给拍晕了了事 遇到不怕死的 再说打断他双腿 拧断他双手的事情 叶浩轩 当叶浩轩放倒了数个黑人之后 并且以不算残忍的手段 把一个家伙的双腿给拧断 一时间 他的神威无人感染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 传入了叶浩轩的耳朵里面 只见那只装得像熊瞎子一样的黑人 一只手 拿着一把手枪 抵在了李倩的脑袋上 缓缓地向叶浩轩走了过来 虽然李倩这几天在这里 见多识广了 虽然他的胆子 比起以前大了许多 但这也架不住他是一个女人的事实 他被别人拿着枪顶着脑袋 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的 后脑勺的那根枪 像是一块索命的铁一样 让他感觉到后脑勺那里冷冰冰的 又玩这一手 叶浩轩的眉头皱了皱 放开他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好好地商量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黑人果然吐出了一串流利的中文 他宁笑道 叶浩轩 我听说过你的名头 你是医生 和巴飞渣那老东西的关系不错 本来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丑的 对 我们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丑的 所以 你先把这位姑娘给放下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好吗 叶浩轩努力地 要让黑人情绪稳定下来 这些家伙们不仅仅是快头大 他们比起一般人来 更加冲动 点灯 咔嚓力地 靠近 点灯